hello大家好我是星星 今天这一视频呢我打算来做一个底妆测评 之前呢我在油管上看视频 那个告示大叔的胶水定妆法真的非常的厉害 我们家猫又在打架了 两只猫 千万不要养两只猫 烦死的 还有一只狗在那看戏 这种感觉真的是 所以呢我就想用相机啊来记录一下 看看它是否有那么的强悍 按照一般的套路呢 我们底妆测评就是画好帐 然后出去逛个街 到晚上回来再看一下孵矿啊 然后讲一堆结束对吧 或者呢就是出门去吃个辣火锅 或者是跑个步啊 健个身什么出很多汗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底妆特别厉害哦 它来拍去无非就这么几种 但是我执着心就不一样了 我是这么没有创意的人吗 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特殊的底妆挑战 就是用胶水定妆法上妆之后 在厨房里面炒菜 自从我一个人住之后啊 我真的能够深刻的体会到这个厨房 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我觉得就算是到室外跑个时间 都没有在厨房做菜来的热 所以今天呢我就打算用胶水定妆法来上半脸 另一半呢就用正常的上妆方式 化完妆之后呢我就要到室外去买个菜 然后回来给大家做一个三菜一汤好了 我今天的底妆呢 一共会经历暴晒暴汗高温以及油烟四大考验 兄弟姐妹们在我的测评方法下 那些全天update vlog真的是热霸了 我说这话会不会被打呀 因为以后我还是会拍那种的 好了不说这句话好 因为我以前也拍过什么全天update 好啦那我废话呢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上妆开干 第一步呢就是拿定妆喷雾喷脸 定妆喷雾在手上喷上三到四泵 把粉底液和定妆喷雾融合 然后是用散粉大面积轻拍散粉定妆 然后再次看定妆喷雾定妆 好啦现在这半边脸呢 胶水定妆法呢已经上好了 接下来我就是上一个我正常的底妆 反而近看了之后这边好像更厚一点 这边其实步骤更多 而且我上的散粉也更多一些 好啦那接下来呢 我就去把眉毛眼睛和腮红口红什么的涂一下 然后我们一会儿见 现在呢我已经把妆给化好了 因为等一下就出门买个菜嘛 所以我也懒得把妆化的比较的精细了 然后现在最后再看一下我的这个底妆 然后我就要出门了 哎说句实话啊 我觉得这边会细腻一点点 不知道你们镜头里看不看得出来 这边就没什么光泽 然后胶水就跟哇感觉就好高级的脸啊 感觉这张脸价值100万 在车时有一些男友 开心 我现在呢已经把菜给买好了 也算是抱走完了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两边的一个妆效啊 这边的话呢是用胶水订装做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订装 现在看差别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大 过得还蛮明显的是被我蹭了吧 眼睛啊这些地方都还好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回家给大家做菜了 然后我要经历油烟以及高温两个挑战 切老江 盐大打鸡排 盐大打鸡排第二块 好 接下来第三个菜 炸鸡排 这是最最最最最热的一个菜了 我快疯了 哎呀 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我又做了一个甜品 这个甜品真的超级无敌简单 最下面是香草冰淇淋 然后我因为买了一些那种速冻的莓果 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倒一些这个树莓的酸奶在里面 然后还有一点挂杯的感觉 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厨师 这个特别好吃 等它稍微融化一点点 特别好吃 这个底妆我刚才瞄了眼 是有脱妆的 但是我们待会再说 我现在吃点饭 我真的坐了这么多小时 我一口不吃 先看底妆 我真的疯了吧 Hello 宝宝们 我现在已经白晚洗好回来了 我们回归正题来看一下 我今天的这个妆 那你们还记得吗 这半边点是那个胶水定妆法 这边就是最基础的一个底妆上法 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 很明显的一个脱妆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被我自己蹭掉的 然后像鼻翼这种地方 你看其实脱的也蛮严重的 然后这个黑眼圈的部分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任何的遮瑕效果了 像脸颊这边啊 这个斑驳的状况其实也蛮严重的 还有这个额头 基本就是一块有颜色一块没颜色的了 就一点都不像是600多块钱的粉霜 出来的一个底妆效果 而且那个粉霜还是越叶越美丽类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半边脸啊 那一样你看这个鼻翼的部分脱张还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嘴角这边也是 但是脸颊这块好像比那边好一点点 然后给大家两边同一平面的一个对比 我这样子近距离的用镜子看一下 说实在话我觉得两边都差不多 脱的真的是七七八八的了 这个挑战真的不是人做的 难怪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博主 测评粉底液是在那做饭的 因为可能没有任何一款粉底液 可以穿得住这个油烟吧 我觉得就算是军训一整天在外面这样子操练 也没有在厨房那么的恐怖 厨房简直就是底妆杀手 真的很佩服那些明星啊 上那种做菜的节目 底妆还是保持的那么的完整 我知道了 肯定是他们的吸油烟机跟我用的不一样 他们的吸油烟机好 但是我真心觉得 如果你只不过是出去度个假 可能在户外时间长一点点 又或者是军训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胶水定妆法 是会比较的强效一点 正好马上就要开学了嘛 如果你要军训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今天这支视频呢 我总结下来就是聪明反背聪明武 我起初觉得自己的创意非常的理想 结果却是如此的肯爹 不仅让我尝遍了人间百态的痛苦 还让我的底妆差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整个人又累又热又困 家里还到处是猫毛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 我要赶紧去睡一觉一觉 如果说你们看了我做菜的视频 对这个烹饪有一丢丢的 兴趣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考虑一下 出一个做菜视频的 但是这个让我缓一缓 那看完视频的小可爱呢 记得一定要素质三连哦 千万不要白嫖哦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我跟你们说我这个甜品 一定要融化成这个样子 等它完全不冻了的时候吃 冰激凌的丝滑 酸奶的甜蜜 以及这个水果的酸溜溜 真的是完美的碰撞在你的味蕾中 如果你有口福的话 一定要来我家给你做一杯